刚才我们论到纯正的信仰 我们特别以一些的经文来见证耶稣是神 在我们所认识的纯正信仰里面 三亿真神非常要紧 神一面来说是独一的真神 另一面是有圣父 圣子 圣灵 圣灵也是有位格的 当主耶稣要完成十架救人之前 他当时就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告诉门徒 他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乃是真理的圣灵 所以另外一位代表圣灵是有位格的 而圣灵宝慧师是要与我们同在 他称为真理的圣灵 要为真理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 我们却信圣父 圣子 圣灵 但我们也不能讲成三位神 我们知道神是独一的真神 却是有圣父 圣子 圣灵三方面的讲究 这是个奥秘 我们很难用一个比喻来发表 因为很容易错 我们就是相信圣经所提示的真理的两面 独一的真神 有圣父 圣子 圣灵的表现 圣父他是定规 是在那边计划一切 然后圣子完成十价救恩 然后圣灵去实施 把基督所完成的 实施在众教会众圣徒的里面 所以今天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我们都必须有这样的信念 相信圣经所启示的真理 还有我们要相信 圣经所启示的全辈的救恩 这个救恩的内容就是神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 降世为人 耶稣当时降生的时候 是圣灵临到同理玛利亚的身上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老运 耶稣是降生为人 然后他经过三十三年半的时间 他传到医病赶鬼教死人复活 传讲无数的真理 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 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最后他照着圣经所预言的 为世人的罪给定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也多次多方的预言 他要为世人舍命 他就完成了十字架救恩 他成为代罪的羔羊 为普天下世人所犯的罪 来受十字架的刑罚 然后他不仅在十字架上死了 埋葬了第三天从十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然后他在众门徒的见证之下 他复活升天 他四十昼夜与门徒在一起 然后在橄榄山上 众门徒众目睽睽之下 看见主耶稣升天 然后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 天使说众位加利人 你们所看见的 这位被见升天的耶稣 他怎样升天上去 将来还要怎样回来 也就是说明耶稣基督还要再来 这就是圣经启示的真理 而福音的内容 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五十五章 保罗说 我当日所领受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复活 就是救恩的真理 所以我们若是仅仅相信 耶稣为我们受死 而不肯相信主耶稣复活了 就不会得救 因为人要得救 就必须是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你所认识的主 必须是一位 为你的罪受死 完成十家基督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死而复活的主 这是全辈的基督 所以我们所相信的 耶稣基督 祂为我留学舍命 然后祂死而复活 胜过死亡 胜过殷奸的权柄 对我们来说 这是全辈的救恩 然后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是牧养我们一生的神 还有我们也相信 因信耶稣基督 我们因信罪得赦免 这是圣经启示的真理 同时我们因信主耶稣 称义 因为我们罪得赦免 保学洗净我们 叫我们洗净成圣称义 这就是哥林多前书 第六章提到的 同时 罗马书第五章 我们就因信称义 然后就借着耶稣基督 以神和好 然后我们不仅因信称义 我们也因信得救 因信得永生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因信得救 灵魂得救 得永生 这些都是圣经启示真理 不是靠行为 不是靠自己任何的办法 任何的修行 不是因信得救 这是圣经的真理 我们要确认的是 圣经只有新旧业全书 是整全的圣经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只有圣经是神的话 在这本圣经新旧业全书 所包括的内容之外 再也没有神的话 没有任何属灵书籍 也没有任何的经典 可以取代神话语的地位 只有圣经是有绝对的权威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十六节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 还有启示录 最后一章就特别提到 若有人在这预言书上 加添什么 神就要把这个预言里面 所讲的灾祸降在他身上 若有人删去什么 神就要把圣城都会删掉他 意思就是那里有一个命令 圣经神的话不可加多 不可减少 新旧业全书 是绝对的权威 是圣经神的话 所以我们身为基督徒 要独信圣经神的话 许多异端 都是在圣经之外 跑出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是以圣经为本 在圣经之外 有任何的经典 要来取代圣经的地位的 那一定是异端 所以我们要留意的是 只有圣经才是神的话 今天所谓的东方闪电异端 他们那些在异端邪教里面的人 他们也都是凭着 他们所谓一些的著作 期待圣经的地位 那些都是走进邪教受迷惑 只有圣经才是绝对的权威 所以在末了世代 有许多异端士气的时候 圣经不断提醒我们 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在西伯来书第五章就提到 我们在真道上不要像吃奶的小孩子 我们要这个心窍熟练的通达 要吃干粮就能分辨好歹 所以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也就是我们属灵生命要长大成人 不要像以赴所书第四章所提到的 我们不要像小孩子 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起 而是生命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个生命长大成人 首先第一部分是对圣经有整全的认识 对圣经真理有全备的装备 所以主耶稣说 你们要认识真理 真理就要叫你们成圣 所以我们需要在圣经真理上发功夫 认识真理 不给异教之风摇动 还有我们不仅深信 圣经是神的话 同时我们也要深信主耶稣的再来 有人不相信耶稣再来 这就错了 纯正的信仰 主耶稣就快再来 我们知道这个末了的世代 主所讲的预言都要应验 然后主耶稣要再来 主耶稣再来之后 要建立一千年荣耀的国度 然后将来所有信耶稣的 得救的都要有份 你圣成新耶路撒的 享受永远的得救 所有信耶稣的都是神的儿女 得着神的生命 我们也深信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在以福所书的第四章第四节 就提到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昭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在这里讲到 我们的教会的合一 是根据这七个义 这七个义也就是 我们信仰的内容 信仰的义 就是身体只有一个 这个身体指基督的身体教会 宇宙的教会只有一个 所以地上所有的基督徒 无论你在任何的 不同的教会聚会 我们都是同有一位父 同有一位主 虽然有时候在解经上 看法上有一点不同 但是大家的信仰是一的 大家所信的救恩是相同的 同有神的生命 同是神的儿女 所以就是同在宇宙的教会 基督的身体的义的里面 还有第二呢 就是同有一位圣灵 我们因信主领受的是圣灵 要留意不是邪灵 末导世代呢 有的是给欺骗 是给邪灵欺骗 所以圣经说 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 若是那些 整天要靠异象 靠自己的感觉 来引导 有时候都会给欺骗 因为我们是 以神的话来引导我们 圣灵的感动 而不是靠异象 许多异象 是要恢复圣经的权威 神的话是 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所以我们留意 不要随便给邪灵欺骗 圣灵此有一位 还有呢 正如你们蒙昭 同有一个指望 我们同有荣耀的盼望 基督再来 要带我们进入荣耀里 还有 一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一信 我们是凭着信 我们同有一个信仰 同有一个信仰 同时呢 一喜 我们受洗受庆 归入耶稣基督的名利 一神 我们有一位父神 是我们的父 这就是信仰上的七个一 在七个一之外 加添多一个一的都不对 减少一个一的是异端 加添一个一的也是异端 我们都是在这个七个一里 持守合一 在七个一之外 任何的加添 都会对教会产生出很多的问题 所以这些都在提醒我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末了世代的今天 我们要持守 纯正的信仰 要多方追求 装备圣经真理 要防范一切的异端 然后我们能够在真道上 同归以异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 长成的身量 能够在真道上 战利得尊 荣耀主兵